蘭妮克今天要來教我們大家 正確的停車到車入庫 到車入庫就是要讓我們變成老司機 變成老司機很簡單對不對 拆解幾個動作就好了 我先聽給你看 聽給我看 來 老司機 action 現在車很方便 你看就直接可以這樣子 從後照鏡跟他前面的螢幕顯示 就感覺 等一下 你聽好了喔 聽好了 不是 不是 我是說大家想變老司機 不是你拿出老司機的那一面 好嗎 好 那我再重新停車 再慢慢的拆解 讓我們知道怎麼樣變成老司機 現在是要教我們變成老司機 我現在剛剛驗證 蘭妮克的老司機舞步 很多人在 不管是路邊停車或到車入庫 是時候你只要知道一些美感 只要其實你要做好這些動作 其實也沒那麼困難 對 尤其是很多人會覺得 哇 我小車大的車 尤其是我們今天是Rifter 這尺寸有點大 但是相對 我剛剛還是可以這麼輕鬆的停進去 你剛剛根本就把它當小鋼炮就停進去了 對 因為還是有些美感 跟技術有關 還是有些美感 那我們這邊現在假設說 像現在我右邊 你看這個位置是很小 但是它是一個標準的停車位 那基本上我們一般的話 就是以駕駛者的視角 你要先靠近 這個車道 對 看到有車尾之後呢 你靠右盡量的靠右邊 靠右邊之後 你大概看你判別你的車子的車尾 大概跟那輛車子的這個車子的左邊 左側是騎平的 就是車尾是差不多騎平了之後呢 然後你要下一個動作你要做就是排路到車擋 對 然後還要就是打住你要方向燈 對 如果要停右邊 這個是如果說你是今天是在一般路面的時候 你要做這個動作 再來呢 你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先看後照鏡 三個後照鏡要一次看 沒有只看右邊什麼 你要先看完一次 叫做你要先確認後方的這個車掛 好 因為你如果說在失去停車的時候 可能隨時有車 摩托車 最多是摩托車 摩托車 那你如果看後面沒有的話 那就可以開始倒車 倒車的時候呢 先把你在邊倒車的同時 你把方向往右邊打到底 你先打到底再來修 哦 是哦 我先打到底再來修 那你在倒車的過程呢 你就先慢慢的倒 慢慢倒的時候 你還是要注意左邊 對 先注意左邊的後照鏡 再度確認後面有沒有車 因為當你在車在移動的時候呢 你後照鏡會少到你本來看不到的 你的車尾的視角 你先往後退 大家看一下沒有車 或者說後面沒有新的車在進來的時候 因為你在倒車的時候 車頭會稍微有一點跑出來 對 開始在倒的時候呢 你就開往右邊 看你的車尾 因為你後照鏡調好 車尾你就可以去抓你車子 跟你現在要停的 你右邊這輛車子的一個距離 那以你看得到他的車身的這個距離為主 那你當你倒到你車子大概剩15度 待到這個角度的時候 你就要注意你的左手邊 因為有的時候你沒注意到 因為有時候要搭配這些 像你現在聽到這叫倒車雷達 你會聽到一些聲音的時候呢 你就稍微注意一下你的左邊有什麼東西 那像現在有些新的車子 連中間這個螢幕也有顯示 顯示就是你現在車子大概位置 那麼你就可以參考這些資訊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它回正慢慢修回來 慢慢修回來 你就做細修 細修回來之後呢 然後你當你的後照鏡跟右邊車子的後照鏡 騎平 平行 騎平了之後 你基本上你車子就已經進來這個位置 那剩下就是你車子的大小差別 一般我們也會用這樣的方式來看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切到P檔 那這樣子我車子基本上已經進來了 簡單的不得了 換我來挑戰 信心滿滿的喔 你是老司機是不是 不瞞你說 姐也是個老司機 你剛滿18歲 我剛滿18歲 但是我高科技產業務下面 造就我的老司機 新世代年輕人 新世代年輕人 倒車入庫是不是 Action 我告訴你我非常有信心 好 我先來找車位 我今天要倒車入庫 我就是往前 而且我可以很充容 很悠哉的跟蘭妮克聊天 因為 喔 我跟你講 因為我找到車位了 我自己會看 我的車子也會跟我講 當我找到車位的時候 接下來進入老司機模式 就是一切就交給我的 Magic發生的事情 來 我放彈彈了 我的手要舉起來 蘭妮克不要害怕 姐當老司機也當滿多年的 雖然我18歲剛拿到駕照 我該相信科技嗎 當然相信喔 我技術好的不得了好不好 而且呢 你看 七這麼編 這叫對自己勇於挑戰 而且我們要相信自己 隨時要修呢 路線也是跟你一樣 一次就到位了 我慢慢放給他修 嘿嘿 不好意思 我再往後修一下喔 這個時候是不是 自帶年輕人的想法突然不太遠 什麼 但是我還是要提醒大家 隨時看一下你的後照鏡 還是要注意車況 你看 喔 哇 技術感那麼好捏 如何啦 你可 停的麻麻麻的 完美 嗨 嗨各位跨街小銀家們 看我影片別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留言 寫下你想看到的車款 並且把我們影片分享給所有你喜歡車子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接收到我們的最新資訊喔 更多車款的開箱評比市價通通都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變成WinWin跨街大銀家吧 嗨